《驚奇隊長2》 漫威年度大片《驚奇隊長2》 在11日公開的首支預告片 在此次的預告中 深蹲局長尼克弗瑞 驚奇隊長卡羅丹佛斯 以及另外兩位女主角莫妮卡蘭博 卡瑪拉克和杰倫番登場 而先前曾傳出將在《驚奇隊長2》中 饰演驚奇隊長老公的男漢演員蒲旭俊 也在此次的預告中出現 雖然她的畫面只出現短短一秒 但早已在粉絲間引起討論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她身穿藍綠色戰服 並留著中場髮造型 奇特妝髮讓不少粉絲失望 直呼可惜了朴旭俊的顏值 而王們則紛紛吐槽 我到底看了什麼 這造型真的一言難盡 第一眼完全認不出來是男神朴旭俊呢 元盡 排隊